第一部古装电影扮演的又是和以往清纯形象不同的异技角色 对于宋慧乔来说 这次出演黄真一面临着形体和演技上的双重考验 所以早在一年前各项准备工作就已经全面展开 从专业系统的舞蹈训练到大规模的减肥瘦身 为了展现出韩国一代名剂黄真一成熟妩媚并且多才多艺的风采 宋慧乔和剧组成员下了不少功夫 而效果也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以前常常从专业的角色和帅满的角色 那些角色都经历了很多 女的感觉有很多人提到的感觉 很多人提到的感觉 所以我认为一个女的作品 有可能有一个作品的作品 我认为一遍做不少的角色 所以我认为很恐慌 我想到最后一年 我感觉到最后一年 这部花费了100亿韩币制作的电影 《黄真一》已经初步完成 如今正在进行最后的剪辑合成 暑假之间